這不是香港的鮮禮 在場那麼多的老師學生 我先問問問大家 如果你們老師的學校 強迫你們一定要用莊嚴 一定要每個星期 每天都播歌的話 如果不是會罰你的話 這種是否好的教育 我想問問問大家 還是應該循循善友 是否應該認識國家的正面 和法面在每一邊 是否應該透過教育 透過責任去強加這些領域 我講的是很重要循循善友 其實教育 可能香港人真是習慣了填立式教育 一想起教育這兩個字就是填立式 但我一直都是相信 不是一定要透過考試 不是一定要填立式 而是要循循善友 這個我們是要講一個要求 要求中小學 他們的負責人有這個責任 令到他無論循循善友 或者他的方式 去了解他的學生 令到他最知道自己 基本上是要尊重自己國家 民族 還有有那個職合的禮儀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是一個合理 一個循循善友 你知這句字我覺得是很合適的 很合適的 很合適的 因為他就很合適的 如果立法立到一定要教育 就不用 教育 我就是說你對教育兩個字 你等同於填膽 教育 所以你的利益很方便 現在不是說立法 你都明知道那個教育的方式 現在是說要適合這個政策立法 要強制那些學生去唱國歌 不一定的問題 我們中學生 就是要求學校被要求 是要直播習近平講話 你剛才就說 我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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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一個方法 就算他沒有限制性 一定要去唱國歌 不好意思 所有受政府製造的 官立學校的那些法律 他肯定有這個壓力 去做這些 而我最擔心的是 國歌和教育的學生 教了回家佛教 目標 是罵目標 就算你這個 不要對摸 不要對摸 要我們愛 要我們愛 但是又獨立法 又避兇 又避兇 又台灣宣布事件 那怎麼辦 那這些 沒有可能可以教 不是 那問題是 你受政府資助的 你不斷從小到小去觀穿 而這個就是我講最恐怖的民族主義 是透過這些儀式而我 去強迫你去愛 給男朋友 如果各位昨晚有看電視的 幾個鐘頭 那把藍絲帶 想扔東西 怕我拍 我說夠膽扔 寫完 我只能拿一盞車爆發 但呢 和政府那些教育工作人員 就會在這方面去想 而張建宗司長也都說 我們要盡快做諮詢 是為這件事去做 去立法這件事去做 所以大家今天 不需要為這些事情 這麼細節的內容去爭論 師長也已經很難 但鴻聖是否一定要教郭波 如果你說管理立法 有人再談 師軍 剛才他也說 他也說 我們有教育 方法 所以昨晚也很新鮮 所以我們要馬上讓大家知道 那些信息 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兩壇 就是讓大家發表以前 是否要強制教呢 是否要聽到伯波 就要縮立呢 好 我們下一節回來 再談談這關要追到期的問題 你看牆吧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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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壇 對呀 下一節我們去講 少許多人的是 都面對 這個大家也很關心 這樣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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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 為什麼怎麼做 這就是非洲移民了 這個是神經來的 移民到非洲 移民到非洲 叫那兩個立法國的民主條件 一定是在你總結網 你覺得香港的佛教是要德月祥復國呢? 因為黃宗教人 他可能就會去國國 齊斯斯是教會宗教團體的代表作 是有的 你說對這件事 不,不完全不正確 連任何國家的宗教學 一定要開學禮在這裏走過 好,我提醒一下現場的朋友 那些標語不可以舉高過頭 不可以真心中度 不可以在人家發言那種 打人家旁邊騷擾人 不然他影響到我們的節目 你們是伊沙行動 歐啦,去新州啦 把你去新州啊 去新州啊 那兩個是定局的 現在立法紀念是伊沙行動 把你去伊沙行動去北州啊 哈哈哈哈 反手啦 這兩位真是前輩 他人宣傳啊 整個口腔在那裡 之前,上一個星期 現在他們正在陸 是他人宣傳啊 是他人宣傳啊 你不是他人宣傳啊 他人宣傳啊 不需要啊 他人宣傳啊 他人宣傳啊 不知所謂啊 立起來的事實在 現在的海都不想 放他們去海 你現在的海都不想 落到你們的身上啊 反正在陸佛祭彰 你們是一個神仙來的 你這個人宣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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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兩個人宣傳啊 好,這兩個朋友想發言 最多的裝備我看 行不行 我盡量安排 我知道今早上有很多朋友想發言 兩家中學有哪些朋友想發言 一個 沒有了 嘩,這裡差不多所有人都想發言 沒有了 沒有了 有了 有了 有很多 吳興臣 歷史有印證啊 兩位 歷史有印證啊 昨天發言要坐前一點 昨天那兩位也要坐前一點 這邊啊 這邊啊 我會的 我們等一下安排大家發言的時間 但是比較多啊 我希望大家呢 都是盡量精選自己的發言 盡量精選自己的發言 盡量精選自己的發言 好,那我們等一下說說追訴 追訴力的問題 好,歡迎回到第二次程上台 今天說一下國歌法 剛才我們說了一些執行的制設 還有一些可能是 這個教育方面的問題 即是 是不是要詳細教授國歌 我們今天這次呢 我們來講講這個追訴力 大家也來講是不是要有追訴力 各位怎麼看呢 是不是要有追訴力 這個國歌法 首先法律是教授你講講的 有沒有追訴力 因為建制派的屬性很混亂 我想呢 香港 或者其實中國 都是 凡是立了一個新的法律 都是沒有追訴力的 所以我都希望呢 在香港 我們現在在當地立法 其實你看到 全國人大常委 他們都沒有提到追訴這個問題 在過往呢 就是曾經試過有些案例 在香港討論和追訴 他就算釋放的時候 也都特地沒有碰到追訴 這個問題 所以我相信這個立法的空間 一定是在香港本身 我們都是很希望呢 如果你是能夠參考到國旗法 變成了國旗條例呢 你看看 全國性法律的國旗法 是有言物條的 但是香港的國旗條例 是只有十條的 所以我們在香港 將會有一個公眾的信任 的平靠底下 很順利做得到 也都從來沒有提過什麼追訴 這樣 反而這段我們都是努力 都有幫助 我會看到呢 政府起碼第一個討論 我認為是不會提過什麼追訴 只要我們是跟著國旗的做法 合理去討論 有些應該搞得詳細一些 譬如說我覺得在場 我覺得這個是合理的討論 會不會有多些的情況 有警告啊 才去到罰款啊 即是有很多情況 我覺得誰知道 就是說 香港當時可以跟著我們的政治 和法律的文化呢 我會努力去做 好 大家 我想問梁美芬 昨晚你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是說 本地立法的時候 是不是要有追訴 而要看香港實際情況 要看香港實際情況 我們展出一個事實呢 就是說我們立法一定 至少有一年 我估計一年可能不止 那我這一年裏面呢 就希望呢 就不會出一些比較誇張的 是令到影響我們立法會的空間 香港立法會 我相信在香港的立法會這個level 就不會 有人特別沒有主張 會有追蹤 我判斷啊 但是你說我們是被動識的 這次大家都知道 不是香港自己主動 要投出這個法律 那所以我都希望呢 在一個平靜的環境 就算有些小吵小吵 就是不要那麼過份的 那我覺得大家就順利地做下去 這個可能在我們有機會掌控的當中 我們就跟著作期條例去做 那我也希望大家 都呼籲你們的支持者 就不要繼續做困難 我都非常感謝梁喜斌教授 可以很清晰地去澄清 我建設他這個追蹤期的立場 但是大家要想 為什麼過去這段時間 建設他 個個都說 有追蹤期的 要吃啊 小心啊 你現在沒有香港歌啊 其實就是國歌的背後容易 就是 fear 就是恐懼 要令到社會的機構 我現在 為什麼我唱過好像剛剛這樣 我唱普通話 唱給你了的 又是不是會被人告啊 站起來被人告啊 站起來被人告啊 如果這樣的話呢 保證就這樣了 那都不要做了 算了我乖乖的 人家站起來我就站起來了 那些多人不跟跟跟跟跟唱的 就這一個過多大 是意思用這個 就是為權威啊 用刑法啊 來去嚇你們 所嚇你們啊 所以呢 建制派的策略就是 在未立法之前 就要嚇你們 好 而這件事情 如果立法之後 就更加恐怖 你不要多謝你們 你聽清楚這句話 特製情況 就是有些很離譜 很誇張的情況 是要追蹤的 你不是這樣說的 這都是很多建制派 我先說一說 追蹤力呢 在很多的國家 或者在歐洲 很多的人權委員會裡面講過 如果人家是有追蹤力的話呢 是違反人權 這個是牽涉人權的 為什麼他們可以立一個法例 他最關鍵前我講過的東西 我這個對一波市民大選來講呢 是不合理 亦都是侵犯基本的權利 所以 我希望請你們那些建制派的人大啊 你們那些建制派的議員 清清楚楚回去 如果你今天講的是沒有追蹤力 我請你澄清 你報復他們 在立法會我請你找數 真的是不是 你做的 好 我是以一個香港 長居在這裏 世世代代之後 都在這裏的人 講這句話 我們的傳統呢 在刑事那方面 是不喜歡有追蹤的 是不喜歡的 是不喜歡的 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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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沒有的 就沒有的 是吧 但是 但立法之後 你一定要尊重 不過我認為現在叫人 現在 國歌就的 不要去的 不單止是 中國的國歌 日本的國歌 美國的國歌 英國的國歌 都沒有的 是尊重的 大哥 好 我們 我們 補欣貞 大家 已經要不是刑事的追蹤 但文字呢 也有一個追蹤的 即是有機會追蹤 那個point就是大家不要去 特意說 在這個階段 我們未做到當情立法 就故意要去挑戰 那 例如我 那個黎智築總 它自己是有文字上的政策 因為它好像要被罰款 所以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很清楚 我們都說這次的廣告當地立法 是否我們主動提出來的這個 這個就是主要 這個就是恐嚇恐嚇 如果是形式未立法 如果主辦單位也有可能 是有可能的民主主動 如果美國這樣說 我聲聲聲聲聲聲說 我們就是恐嚇 我們立即看看大家的統領 加給袁玄學院議員發指教 陳雷重德紀念中學合讀A班的高希同 大家好 我是袁玄學院議員發指教 陳雷重德紀念中學合讀A班的高希同 很多國家都是分佈 國歌 國旗 國際都有相關的法律 以表示對國家的牽重 但中央想強壓 控制意識形態 加強民眾對外國的思想 其實最終效果會不會適不其反 反而加劇了政府和市民之間的矛盾 好 會不會適得其反 好 我再交給陳柱拳紀念中學的同學 各位嘉賓 你們好 我是陳柱拳紀念中學的同學 正如各位嘉賓剛剛講到 在大型活動執法的時候是有困難的 會不會令到國歌法的成效傳移呢 以及答不到要立法的效果呢 好 是不是還有另一位陳柱拳紀念中學的同學 各位嘉賓主持大家好 我想問一下怎樣定義惡意修改各個歌詞呢 以及定義違法呢 會不會是由執法人員主觀決定呢 那執法的時候會不會很容易出現衝突的情況呢 好 這個是創作自由的題文 好 我交給後面大眼鏡的現場 我想問一下呢 當國歌法講到要平日唱國歌的時候 要將這個國歌作為一種愛國主義教育的時候 其實到最後會不會成為一種無敬愛國呢 還有其實立法教育 就是代表要注意在立法陳柱限制這個教育方式 所以立法就要執法了 那這樣就其實根本沒有存在思考之一種愛國主義的灌輸 那代表這一種的目的最後 就是一種灌輸外國的精神 還是一種有批判的教育呢 我希望你們不要輕視教育 在這一環 好 謝謝學問支持你們 不好意思 是香港眾志的情形 我希望交給保衛香港運動的半小時 我想跟各位在座的中學生說 不要聽這個小學雞民怨 整三民志人說 什麼都恐嚇你 反而你又要調整一下 他搞到沒有校規的話 你學學會不會亂 他們違法戰衷 那時十八個教育 打賊也好 香港何時會做得到那些犯法的人呢 還有他們說那麼多話 就是想破壞香港法治 瘋滅國家 那幫香港幫大家看到後面 舉起一些港獨棋 你們搞什麼 你們立章就想破壞香港 國家的關係 這就是社會 香港搞港獨棋 是不是應該一組 要被承受依罰 為什麼你們還來呢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是香港論壇之後的 我想說回 其實你們根本沒有家 你們都是自由 自己說了 理由你作主 國歌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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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國歌法就應該要尊重 如果你沒有國沒有家 那你何來 自己有自己那個 那你如果在街上聽到國歌 你是不是都會逛逛逛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主辦 那個主體在場 這個不可以說到 有天一聽到國歌 你就要停下 其實這個不對 因為國歌經常會過 難道主辦停下 不可能 這個是主體 還有這個主場地的問題 好 謝謝 我站在後面戴帽 有天一聽 國歌發生了之後 那些民族在街上 如果聽到國歌 是不是要彈在這裡 或者大小熱情的時候 如果突然間 聽到有國歌的時候 是不是要尊重立 還有有些人會教作 會開手機來聲聲 要播國歌的 那些人會尊重立 好 謝謝 好 謝謝 交給後面戴帽子 這位 我都很好 我是代表外國領先的 吳山總是去遊行 我記得一個Banner寫詞 愛國不須批範 我一會聽你的講法 問題現在是要批範那些 不愛惡的漢奸 現在黨毒民主下的大學 大學的學生館工 營用十幾萬 去買飛 去看國際線的足球賽事 然後忠然侮辱國歌 展示國族國旗 我覺得香港執行國歌法 是刻不容緩的 好 謝謝 我給你讚的這位女士 是 我很高興 多謝展示給我在這裡說話 多謝你讚我 我前兩天看電視 有一個旅遊節目 是新加坡去印度拍攝的 他們去了一間戲廠工廠 可不可以說回國歌法 我現在就是在說 他現在 他還沒去到 當時 還沒開工的時候 一班工人 在 時間有限 想不可以說 快要說 請 廖哥說 她不知那位唱什麼歌 她女兒 那位主持人 沒有手加在那裡笑 唱完後 她就問 你幹什麼 不好意思 原來她說我是蔡佳哥哥 那些同學就不要 好 麻煩我交給陳女俗德紀念宗洋的同學 你好我是原本副院長的發展陳女俗德紀念宗洋的同學 我想說就是 尊重國家應該同心推法 不應該用立法去 去規限了這個國家的尊重 所以我覺得不應該立法 好 我們休息一會 下一次再繼續給陳女俗德紀念宗洋的同學 好 都好 沒有立法 還有沒有同學想發電 我們鼓勵年輕人 鼓勵年輕人 除你 1911是兇皇帝 好了 兩位男士 好了 兩位男士 好了 兩位男士 好 兩位男士 好了 我們陳女俗德紀念宗洋 發表自己體負的自由 希望大家互相堅持 我們互相堅持 好 我們互相堅持 好 哪些朋友想發言的 好 繼續舉手 還有沒有同學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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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少 厲害 好 我要用你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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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坐 各位叔叔,好,先坐下先,先坐下先,好嗎? 先坐下先,好嗎? 先坐下先,先坐下先 好,各位先生,先坐下先,好嗎? 工作人員,工作人員,請過來協助一下 先坐下先,先坐下先 好,先坐下先坐下,好 好了,如果結席這麼亂沒有辦法,繼續 我唯有過過過過了 好了,打我 好了,大家,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上一,有時間 有時間,有時間給大家發言 有時間給大家發言,好 好 給朋友想發言的舉手 會不會有朋友想發言 可以 坐下 坐下 知道的 有沒有年輕人想發言 有沒有年輕人想發言 我非常歡迎年輕人發言 我待會再加給大家鏡頭的衣服 接著我交給後面再加鏡頭的衣服 大家保持他手 但時間有限 我希望大家盡量保持30秒左右 因為發言時間真的太有限了 好 還有30秒開始 待會再加鏡頭的衣服 好 會不會保持舉手來發言的朋友 3 2 1 2 1 3 2 1 好 歡迎回到第3節 上層 今天我們說說國歌法再加鏡頭的衣服 大家不要只求情緒宣戰 以後對國歌法的疑惑 希望微清 在第4條議的時候 國政黨派會要奏國歌 例如下星期社民連國會戲 是不是要奏國歌呢 第三條 人言是指工作人員 包括所有人 這個是法律之間 不要單從個人期望的解釋 舉致尊重 尊重定義如何 這區劉小林案裡面 原本是農統說 派出管治人員的指民 在這間國防的場合 其實有派出管治人員 第11條 或者是 中小學教育的說 我不會唱歌 我會不會升老闆 那第15點 好 好 明白明白 知道很多問題 希望大家繼續考慮 交給後面責派人眼鏡 各位先生 好 歡迎 歡迎 大家好 今天來這裡 我又聽到國歌法 我覺得任何法律都好 是一個批白 不是一定的恐嚇 如大家要懂得尊重法律的時候 就自然懂得自律 所以其實國歌法當然是 國歌是有一個歷史的因素 我只可以用兩三句說話去描述 歷史是可以通古今的 知道國歌法的原因 你就知道歷史的原因 好 最重要是尊重 好 這個女士 大家好 國歌法維護的不是一堂科 而是國家的知名和民族精神 那就是教育給學生 真正的了解國家的苦難指 和精神代行 真正有力的激發 清智了兩岸國旗等 本地立法五岸核心 因素是不能夠少的 但應該就是 將香港實際情況的合適 清晰的法律條文 明確指出違規的徒例 我都不聽有國歌 謝謝大家 不知加國歌 一定會加上前課的經歷 我交給我這位女士 國歌是國家專門的象徵 應該對她最尊重的 求迷開國歌和公眾場 播國歌的時候 聽者不肅立都是對國家民族的而尊重 希望不要以身是法 國歌法列入教程 可以使學生和歌好 歌詞中了解抗戰的歷史 民族精神增長愛國情懷 國歌法是可以維護國家的尊嚴 維護愛國情感 弘揚民族精神 九八之一 十八之二 不維護愛國 弘主教肯連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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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有很多朋友都說 要奴記中華民族的確認精神 這是國歌的背後 剛才大陸書說了 前漢作曲作曲 在民間的時候被批鬥致死 另一篇箱我想說 中共江澤民 將一百六十萬平方的領土 北方割藥給人 將越南一些領土 百幾萬平方的領土 各樣給越南人 我想問這些 是不是民族的屈辱呢 好 我們教的時候 是不是全面去看呢 好 中國人的悲愛 就這麼恐怖 對自己人 就這麼恐怖 非常之悲愛 好 麻煩你交給後面 大眼鏡的隔離生 我們剛才講國歌法 講民族尊嚴 所以 亂任各國 其實都是一個 沒有國家的行為 所以我們要求 立法會在所有的場合 只要人家在一個國系內 你回歸才可以播放 其他電視台 什麼情況 亂報公司 都來違法 才可以發表你 各國的權責 是不是 免受普通市民 誤待這個 國歌法的法律 這是最重要的 好 麻煩你 打給大帽 這位宣傳 全國性法律 就是 法律中 扶展三 成為香港的法律一部分 這樣可以 規範各國的奏唱 張設國家的延速和神聖 各方或立約教程 就可以用學生 認出各國的本質 由於自己的精神 遵守各國 例如這些都是國民的本分 另一點就是政府都成立了 如果在成立這個法律之前 都不會貿易執法 這樣都是尊重的 我當然是法治 還有 對國家的尊重力 好 麻煩你 蝦克先生 這位年輕人 其實我覺得 所有國家的國歌 其實是需要尊重的 但其實現在我們一樣 其實是 很多國家時代 要聽到國歌 他們會縮大 但香港其實 是沒有這個文化的 我們根本上 其實回歸二十年 根本上沒有這個民族意識 我想是需要一個長時間 才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還有一件事就是 法律其實我們限制人 去做一件錯 即是不可以讓他做一件錯的事 或者是不適合的事 現在你說要求他們縮立 其實變成是 在法律上要求人去做一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我們是不應該去做的 好 麻煩你 今天很多朋友都有意見 但是時間有限 所以不好意思 我們看看下星期 最後一機會再給大家再發言 我們先問台上 有沒有加分感回應台客 首先是 下個星期 有四十年黨慶 肯定不會播個歌 所以放心 但是說回正題 國歌法現在本身的存在 但是訊息就 縱使你立了法 他意思就是 就是要我們 所謂扣頭 父親家扣頭 知不知道 這個是 所謂扣頭 你的爸爸是扣頭 就是一個 扮愛者的姿態 那 就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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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不聽國歌 甚至乎他是親自唱 但是他是不是身體裡面 重新 真是 外國 或是跟上這個國家 剛剛有很多中學生 他們都知道了 你是 你沒得逼 現在你是有一個國歌法 我不是說 只是擔心 你聽國歌被人拘捕 他可以拘捕 現在是 潛移默化地 令到我們的下一代 慢慢地不能夠批判自己的政府 或者政權 而這個國歌法國平法 到最後就是 將所有反對政權的聲音 毫無法 就變成 只要你反對他 你就不合群 你就不愛這個民族 你就不愛這個國家 你就不愛共產黨 而這個才是最傷的 國歌的第一句 是說 起來 不如做奴隸的日本 如果你要這個意思的話 我們香港人 爭取民主這麼多年 包括阮煞民族 我們就正正彰顯了 這個國歌 第一句的說話 好 現在反而跳一跳 是建制派 一百元度為例的人 一百元度為例 好 我們不知道是誰 所創造的 人的利益 但是國歌是代表的 是國家民族的專員 所以如果你是保護國歌 甚至抗拒國歌的尊重 你看到這裏思考 我可以解釋你了 但國歌在我們多地立法裏面 有一些部份 例如剛才我和我陳做的 他們都可以屬於一個案件 我們可以在多地立法 看看怎樣去適應香港 主要那個內容 譬如你要尊重 你要尊重 你要在哪個場合 才可以做國歌 其實我們可以解釋得很清楚 其中一件事 第十條 他講得很清楚 國歌是要使用 國家官方融音的版本 那個才是 其實已經解答了很多 你們其他的問題 我想 這些場合 國歌 其實在國庭條例 都已經有一個參考 你不會說隨便什麼場合都是過 但是當時在在場的人 你是要堅持他 我覺得這些結局 在當地立法裏 我們是做得到 討論 如果在那個時候 大家還可以提意見給我們的 但是不應該將它 用風化 甚至自己搞掀很多很多的情況 譬如說到很誇張 那些同學 或者不清楚 那些 根本就不是我們應該在這裏 討論的範圍 我們是講的立法 立法是不可能的 那些是說 你不可能說五百個 是 台下有很多 就說 不要講國的人士 他們講到 國民進去的時候 應該要尊常有禮拜 我基本上是同意的 但是 這種的基本禮貌 基本尊重 是不是必須要搶避 是不是必須要同事的法律 如果你不做 我就發你 我想香港人是極大的保留 剛才你給我看得很對的 你肯定他們去做 他們會更加擔大 所以他們會更加思念 如果你跟他們的學校要做 你拿照 我覺得你是洗腦 所以現在 擺了擺腳去 好像片八和片三裡面 我覺得更加應該做的 就是用白紙草岸去諮詢 真是每個具體的行為 我們拿出來給市民討論 而不是好像人家說 現在不用說 我們要做就行了 所以 我覺得我不再更清楚 如果這條國歌法序 是會有追溯力的話 我是會反對 如果你是搶遞學校 一定要佛資的話 如果佩服法序頓 我誰都會反對 我跟梁美芬說 如果有追溯力的話 是否會違反香港人 全法第十二條刑治罪 沒有追溯力這一詞 我想我會回答一些假設定的問題 我們都講完這些追溯力 正下就是這樣 正下就是這樣 因為全國的財政 都是有追溯力的追溯力 是不是 你直接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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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追溯力的追溯力 就是直接答我 剛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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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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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請來 我跟梁美芬說明已經講了 在追溯的問題上 在香港和內地的形法他都不順其追溯 在香港現在這個問題上 追溯並非一個議題 除非你們想抗爭 是你們想討論追溯 否則我們不應該提出真實 是要多提出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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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相信大家都覺得 大家不要不記得 10月1號之後 已經是全國城的反動 現在我們香港是走回我們 認為怎樣在那裡下去立法 所以司長也很馬上說 昨晚還說 我們很快就會做諮詢 就會去問大家各方面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這樣的環境下 我們積極地面對這件事 不要將它要魔法 美國都有國旗的法律 沒有什麼公民 有些地方有 有些地方沒有 好 國旗的法律 那些地方還要到 我們都要求救 國旗的法律 都要到國旗 你不就在那裡 你不就在那裡 踩國旗就不對 日本國旗會到這時候 是踩國旗才違法 是嗎? 因為膚恥 出什麼啊? 踩國旗 被我激動很快 被我激動很快 被我激動很囂張 他一說話很囂張 另一件事,那個人 我也是被審了 那類的聲音粗 那他說話呢 他帶有人從花園 說不到主題 他審了十次 一百多次審不到位 我不知道 英國人讀書 怎麼說呢? 怎麼說呢? 講大堆英文 你不知道他講什麼主題 好囂張啊 好囂張 我不... 究竟你是打橫 拿我出去啊 什麼? 究竟是打橫 嘩,究竟是打橫 是很安全 切了來 立刻 嘩 嘩 叫一根 嘩 小 knowledge XD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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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牧林 品牧 美 田 村 田 村